哈喽大家好我是伊莲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购物分享 就是一个杂七杂八的购物分享 就买了很多段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给大家做个分享吧 首先呢我来说 我最近在MAC买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MAC他们家的这个高光 然后4号我会打在下面 这个高光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它里面是带有这种 蓝色的然后金色的米白色那种高光 我觉得它脸上是非常好看 比他们家蛮有名的那个Double Glam对吗 要更轻一点就是更低调一点的那个颜色 Double Glam有名太闪了嘛 我今天插了这个Double Glam 我觉得太闪了 我现在嘴巴上快了个羊 所以我呼吸刷清怪怪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比较日常的一个高光 我觉得很好看 它就比较低调就没这个这么闪 所以我还蛮推荐这个快高光 它又带有这种蓝色米白色 还有金色这种闪 我觉得它挺好看的 所以说很推荐这个 然后呢我是看一个 那个化妆师推荐一把刷子 是一个眼影刷 我一直都缺一个这种 把那个眼影blend开的那种刷子 我就看一个化妆师 我忘记是哪个化妆师 它推荐这个217这个刷子 Mac他们家的217 然后我就买了 这个刷子真的很好用耶 它就非常方便可以把你的那种 打底的那种眼影blend开在眼睛上 我觉得这个刷子很好用 然后它的毛又非常非常的细软 所以我很推荐这把刷子 好接下来呢就是在木槿买的东西了 就是这个无印良品买的东西 这一次呢本来想去无印良品买那个 厨师机是不是那个 是不是叫厨师机啊 叫什么呢叫 哦加湿器啊 就这次本来准备去那个无印良品买加湿器的 但是看那个加湿器 然后它连点的那个精油的味道 我觉得有点 闻的有点头晕 如果闻久了 我就没买那个加湿器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首先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我每次都会买都会囤货的这个棉花 这个棉花我有推荐过吗 这种大的棉花还挺好卸的 同样呢它也没有加漂白的那种成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棉花我很推荐 然后家里囤了有个四五包 然后这次去无印良品我又买了一包 就囤着才能安心这种东西 好接下来呢 是在无印良品买的这个本子 就这种手账本 我就准备 因为我有记账的习惯 我是一个还就花钱 其实没有什么数的人就是 但是呢如果我就必须得记账 我记账我才知道我花哪一笔 然后干什么 所以说我就 我刚好前一个记账本已经用完了 我就又买了一个无印良品这个记账本 这个本子好像挺便宜的 四五刀的样子嘛 然后它也挺厚 所以我还挺推荐这种本子的 如果你也喜欢记账的话 我觉得无印良品这种本子很方便 然后同样你也可以记一些 杂七杂八的东西 好接下来买的是两个这个 无印良品他们家这个棉棒 然后它是有酒精成分的 就是含有那个卸妆成分的那种 比如说如果你眼睛 眼线着急画错了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挺方便的 你就可以画就是用它嘛 然后弄一下你的眼睛 然后卸一下妆 就把那个错误的地方给修改掉 所以说我一般 因为我是一个手残性人 之前也有讲过 一着急就会把眼线画错 然后睫毛就会画下来那种 所以说我还挺推荐这种东西的 对于我们这种手残性人 如果你着急出门的话 如果你着急出门的话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画错了 马上用它一擦就像个橡皮擦一样的东西 好接下来呢是一个无印良品他们家精油 这个是我本来准备买那个的嘛 准备买那个他们家那个加湿器嘛 但我觉得加湿器有点太香了 就是他把那个精油点在那个加湿器里 我觉得味道哇闻得有点头韵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就橘子口味的这个 这个精油我就有的时候可以放松一下 或者在家里面撒两滴香一香那种 或者泡澡 我一般泡澡喜欢加精油 所以这个精油我买了一个 好接下来最后两个是无印良品的 一个是这个 这个我已经开始用了 它是一个便携式这种盒子 不叫便携式这种盒子 应该是那种环保盒吧 然后呢他们家就有很多那种收纳的环保盒嘛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像这种装这种棉签和海绵蛋的这种 其实它是一个装棉签的盒 但我把它用装棉签又装海绵蛋 然后海绵蛋放里面就会比较为什么 不会粘灰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棉签的一个小盒子 好接下来呢买的是一个大盒子 是这样的一个盒子 长这个样子的一个盒子 他们家这种盒子我还挺推荐的 然后也不贵 好像都是四五刀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这个盒子呢就是一个比较大一点 像一个饭盒一样的盒子 然后我里面就装了一些杂七杂八 我已经开始用了 里面就装一些杂七杂八化妆品 因为有的时候化妆品装到外面就已经不够装了 装桌子上已经乱七八糟 我就不想追追追乱七八糟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盒子 把我平常就日常需要用的这些东西都装起来 像这种NAS这个什么秋容啊 Sephora他们家洗刷具的呀 这种乱七八糟的 然后都放了这个里面 好这就是我在五印良品买的东西都说完了 接下来呢就是 更杂七杂八的东西了 就是我在药妆 日韩药妆啊 或者是在那个兰蔻啊 买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ZARA Home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我就开始一一给大家分享 首先呢我买了一个松下他们家这个吹风机 这个吹风机是纳米的嘛 然后是不是负离子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纳米的 我超级超级想要这个吹风机很久了 就是因为我天天吹头发嘛 然后就觉得那种吹风机稍微便宜一点 那种吹风机对头发不是很好嘛 我就一直想买这个吹风机 但是我又觉得 哎呦吹风机要不就凑合一下嘛 我就没有舍得买 然后这次我终于舍得买它了 我就没有买那个 他们家最出名的那个款 我买的是一个比它那个最出名的那个要便宜一点的 那个是税前是199到199加币 然后这个是119加币税前 然后税后是135块钱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滑的来的吧 只是比那个功率低一点 那个贵姐跟我说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牌子 就这个型号是 EHNA27这个型号的一款 我觉得这个我昨天用了啊 我觉得吹下来比我那种 像就是那种稍微便宜一点那种吹风机 要好用太多了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轻 哦这有吹风机吹风机在这 拿过来 啊什么东西掉了 这个线掉了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吹风嘛 它首先它还挺漂亮的 然后它是便携式的 它也可以这样叠起来 这样旅游的时候可以带 我觉得它真的吹出来头发非常非常的柔顺 然后呢它的那个杀伤力也不是很大 但它也是素肝的一种 我就昨天这样出去吹嘛 我觉得它好温柔 我觉得它非常温柔 不像那种像我以前买的很便宜的 那种那种红这个风很温柔 然后吹得很快 同样呢吹得很快呢 也就是头发就是发质会比那种用普通 那种比较糙的那种吹风机吹出来的效果要好 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个吹风机的 好接下来是买的 在药妆店买的乱七八糟的 首先呢是买了这个囤货 就是这个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神水化妆棉的这个囤货 买了四个 这个是我在风泰买的 嗯风泰就是每周都会有一些活动嘛 就是那种特定的一些药妆活动 然后正好这个是三块八 就是那次打折吧 要不然就是五块三还是多少钱嘛 然后就是在风泰买的三块八打折买的 我就挺滑的来的 我就囤了四个 好 接下来呢也是在风泰买的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面膜 他们说是呃也是那个小姐 桂姐小姐 也是那个桂姐推荐给我的 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 蚕丝对吧 蚕丝面膜 他说这个非常非常的保湿 所以我就买了 我还没有开始用 我拿出来看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蚕丝面膜 他说非常非常的保湿 我就买了一个 然后他正好有十个 因为我不喜欢买五片妆的面膜 那个我用的太快了 然后稍微试片妆这种嘛 就稍微比较可以用的久一点吧 所以说我就买了一个这个蚕丝面膜 我也没用过 如果用好用给大家推荐 好 接下来呢是这个酵素 也是囤货 就这个酵素 我之前在我减肥视频里有说过 就是这个酵素是完全不能 在我的生活里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 这个酵素 然后呢我是在太古的这家店买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像叫什么 这个 这个店 袋子长这个样子的这家店买的 就是在那个 The Face Shop 对面的那家店 好像是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们家这个酵素 卖的比较便宜 只卖45到一盒 然后也是真货 所以说我还挺推荐你们去那买的 那比较便宜 比买货网 或者那种日本的那种网站 韩国网站 都便宜的 好 接下来呢 买的是一个 这个是也是在风太买的 这个自身堂 他们家这个沐浴露 我之前有听别人推荐过 我说自身堂这个沐浴露非常的好用 然后也洗完以后也不紧绷 然后味道也刚刚好 所以我就买一个这个自身堂 他们家这个沐浴露用 好 接下来是这个捞耳朵的这个东西 就是它是那种粘胶型的捞耳朵 那种东西 就可以把你的耳屎全部粘起来 然后掏出来就觉得还蛮爽的 然后还发现 就是居然有这种粉红色的啊 太可爱 好 接下来呢 是兰蔻他们家的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 我之前用他们家那个水分圆 我用完了 快用完了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我撕开给大家看看 想什么样 我之前其实想买那种紫色的 但那个惠姐跟我说 紫色是老年人用的 是四五十岁人用的 我就 她问我多少岁 我说我今年二十四岁 她说那你就用这个吧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这种绿色的这种包装的 哎呀好漂亮啊 这个包装 就绿色这种面霜 我买了一个 就Zara Home 是Zara他们旗下的一个家居店 我很多东西都在 都在他们家买的 像这个床单 也是在他们家买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那种床单 要备照啊 还有枕头套的都还挺漂亮的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 为家里的 像那种宜家那种东西 反正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就买了一个破箱 因为我之前用那个 JOMALON他们家的破箱 English Pell嘛 那个味道 太淡了 就是我特别喜欢家里香香的 然后那个味道太淡了 我就有点受不了 我就这次在Zara Home 闻了一个味道最宠 最宠的一个味道 就是一个什么 我不会念这个什么 Pier什么什么 这个味道 然后它味道超级超级宠 我说如果它的味道很宠的话 在家里会不会 家里就会变得比较香 我现在已经闻到的 味道超级宠 反正你们不要学我 如果你不喜欢宠的味道的话 你就不要 不推荐这个的 你看他们家有很多破箱 你们可以去闻一下 我买的是他们家 味道最宠的一个 我就想要家里香香的 好 这就是我所有买的这种 什么药妆啊 然后保养品 什么乱七八糟 生活用品 就跟大家分享完了 然后现在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衣服吧 就是我最近买了一些衣服 嗯 其实衣服的视频 我是最怕分享的 因为我觉得有点麻烦 但是还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首先呢 我是买了一个这个 看完见 这个 这个是一个topshop 他们家的裤子 哦不 裤子去了 裙子 然后我觉得 他这个设计 非常非常的好看 等下我穿上身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 这种有 有这种像怎么系的 一个绳那种感觉 觉得还挺性感的 然后就这样的一个裙子 冬天的时候 可以配毛衣穿 因为现在麻烦冬天了嘛 然后呢 买了一个topshop 他们家这种样子的毛衣 它这个袖子 是比较宽宽的 这种袖子的 这样一件毛衣 它背后就有点小心机 它这种 这种露背的这种嘛 然后什么叉叉 也觉得还挺性感的 然后就这样的一件衣服 买了一个这样的毛衣 我觉得冬天穿很好看 好 接下来呢 是在H&M买的衣服啦 在H&M买了一个这个 这样的一个小衣服 就是 现在马上春天了嘛 就可以坐在里面 当打底 然后外面穿一个 开线的 开衫那种毛衣 什么的开线 开衫这种毛衣 什么的 就做这个 然后呢 我一直缺一条 黑色牛仔裤 哦这个价钱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 这个是 6块9毛9 这个 这个衣服 挺滑的来的 H&M真的是 很滑的来 我觉得 然后买了一条 这个裤子 这样一个 黑色的裤子 然后它是有 破洞的这种裤子 我买的是 34块9毛9 这个裤子 也还挺便宜的 接下来呢 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开衫 就是上学的时候 可以穿的 这样的一个开衫 这黑的衣服 大家肯定看不清楚 等一下上车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开衫 然后买的衣服 是我妈妈 一直强迫我买的衣服 其实我并不想买这个 这个就是买了一个 Kenda Huss 他们家这个羽绒服 因为我平时 就是买那种 其实我冬天 我穿衣服是一个 特别特别不讲究的人 我只讲究好看 牌子我真的是无所谓 但我妈呢 就是一个倍儿讲究的人 我冬天其实也就 穿什么H&M的羽绒服 然后一些 以前在国内买的那种 大国的羽绒服 我觉得挺暖和 但我妈就是 特别讲究牌子的人 她就说 哎呀你就要买贵的 贵的才会舒服 贵的才会暖和什么的 然后我妈就逼着我 买了一个Kenda Huss 然后呢 这个Kenda Huss 我买的是 稍微比较轻一点的版本 没有那么重的版本 我的妈这个太大了 就这样的 怎么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买的是一个 比较轻一点的版本 就是没有 不像那个 就是更厚一点 那个没有买 因为那个穿 我有个朋友买的那一件 我觉得太重了 穿上去 就是整个无法走路了 我买的是像这个样子的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然后这边就是 他们家这个logo 我买的是 型号呢 我会打在下面 我也是不会念这个型号 是这个型号 我觉得这个样子的 还蛮轻 就它穿上去还蛮轻的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等下穿上身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购物分享 嗯 也是乱七八糟的 杂七糟八的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这类型的购物分享了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